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跟收视率都破表 这个是想当人儿 这个今天明天都会有接机接见游行等等的庆祝活动 所以理论上还会再热闹个两三天 那这部分我们节目是没有要谈 所以这点也跟大家说抱歉 或者说我们要谈棒球 我相信很多台在谈棒球 因为谈棒球会有基本的收视率收听率 那我不谈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认为我们台湾是没有理性讨论的空间 所以就不谈了 就让他们去谈就好了 棒球本身我没有意见 我只是对赖清德支流的 对王毅川支流的有意见 这个我就不谈了 我认为我们这个没有什么抓起来的问题 所以我是对黄伟瀚非常地遗憾 他说我讲到台湾队我就会压起来 这个不是台湾队的问题 是国家正在被掏空 被侵蚀 被赖清德 王毅川支流的人 在借壳上市 我的重点不在棒球 我的重点也不是那些国手 我的重点是民进党赖清德跟王毅川 我听到台湾不会压起来 但是台湾队我也会压起来 因为他们刻意去讲台湾队是故意的 就像自由时报苹果日报 这个当然香港的黎智英的审判 我们还会再关注 我们还会再找时间跟大家谈 我一直很在意的是说 黎智英他是在当年2019年 总统大选前 他如何利用苹果日报去帮助蔡英文修理韩国瑜 这个是我耿耿于怀的 那慌仁兄那五年前的事情呢 2019五年前的事情 对啊 没有错 2013年的洪中秋事件 我到现在都还在讲 不是我在纠结 我是告诉大家说 那些事情都没有说清楚讲明白 你连你怎么输的都不知道 这实在是很可悲 也很遗憾 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什么听到台湾队抓起来的意思 那我也不会跟韦翰兄这个计较 他批评我我也是这个虚心检讨 我在意的不是台湾这两个字 我在意的是民进党赖清德 他们要借壳上市 赖清德不爱中华民国 我在赖清德当选之前 我在骂蔡英文我就讲了 蔡英文他爱的国家 跟我爱的国家有一样吗 很明显是不一样啊 但现在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我也不是针对黄伟瀚 和个人批评 就有些人认为说 只要你讲爱国就好了 爱哪一国不重要 只要你讲台湾加油 中华队加油 台湾对加油 中华队加油 都可以 只要你讲加油就好了 只要你讲爱国就好了 这种祸悉你的我是不接受的 还有什么 都好 我们国家可以叫中华民国 也可以叫中华民国台湾 也可以叫台湾 哪有这回事啊 哪有这回事 一个国家有三个名字 叫什么都可以 可以叫中华民国 也可以叫中华民国台湾 也可以叫台湾 你可以喊中华队加油 也可以喊台湾队加油 只要是帮我们的选手加油都可以 这种获悉你的 我是比较抱歉 好不好 那因为大家都还在庆祝中华队 这个 这个获胜 我就不谈了 让他们去谈 来 阿滋给我那个第一张来 那个最新的那一张来 好 这个呢 其实我比较 本来是想说比较爱与包容 这个是游英龙 他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他 这我对游英龙的批评 就是他每个月都要玩民调 好 就设计民调的题目 然后 法博 他玩了很多年啊 好 我对我这位这个 大我很多届的花中的学长 是比较 这个 好 就说那一直 一直操作这个民调的目的是什么 好 这我比较 我比较不理解 但是也尊重了 那台湾的媒体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看到民调就 就像这个民调 这个 这个 这个表格一样 这样的一个民调 就是赖清德的声望 你是赞同还是不赞同 然后就可以大家各种不同的这种的 这个数字就在这里 好 然后大家就是 我先讲个简单的数 这个我们去年就讲过了 但是认真 听课的朋友比较少 那我们以前有一个 这个铁粉 它是跟 民调统计相关的 叫什么 很像叫Levelink 他最近都没有来 可能在忙 就比较没有来我们的直播 没有关系 我们去年在总统大选之前 花了很多时间在谈民调 这很多都是跟统计学相关的东西 这个其实蛮可笑 就是说 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是由民调来产生 当然也包括县市长 包括立委 那你说 像赵少康 赵先他推荐的这个美式初选 美式初选 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 他们的初选 比较有制度 比较缜密 比民调科学多了 可是他每次初选 这个最后赠出的这个候选人 一个叫川普 一个叫拜登 坦白讲 这个美式初选 看起来也不杂的 那当然拜登 他是中途退选 才换贺锦丽瓜带 那我们谈说 这个民调 我们去年就跟他讲 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这个是一个大学教授讲的 我那时候听他讲 我也是这个 这个似懂非懂 其实我简单讲 背景就是当时 国民党一直要吃民众党 他们一直希望柯文哲能够 屈居当副总统候选人 所以想出了各种五花八门的这个方法 所以那个时候的蓝白河呢 有一个很荒谬的状况 叫做如果民调在误差范围呢 算侯友以赢啊 那为什么柯文哲跟侯友以比民调 然后两个的民调在误差范围 要算侯友以赢 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懂 可能这个就是侯友以 将来刻在他的墓碑 这个他的墓字名 永远抹不掉的这个污点 侯友以 当然他以前在景观学校毕业 他不是第一名 但是后来他从景之后 他开始这个走红 以前他在世行大 他比较有名的应该是从 中山分局刑事组长吧 那时候开始亮出名号 然后开始立大功破大案 他就变成是在 他们那一期的同学 甚至是在警戒 他就是一路领先了 顺风机 抓关系 他那个心态调整不过 因为你一路顺风嘛 你一路过关斩将 警戒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甚至他的学长都被他超越了 他是45期的 在他前面的像什么 44 42 40期 尤其是38期 38期是 这个景观学校38期 是最强的那一期 甚至都不是他的对手 那他可能就觉得说 我是觉得很遗憾 那我们就讲重点 就是说一个民调数字是20% 一个民调数字是25% 然后95%的信心追准 正负三个百分点 谁比较高 好 那我这样讲的比较粗略 就是说 你的民调是25 你的数字是25 可是正负三个百分点 所以你有可能是22 对不对 25的正负三个百分点 就是22到28之间嘛 这样大家理解嘛 22到28之间 所以你的数字是25 正负三个百分点 好 所以你可能是28 你也可能是25 你也可能是22 你最低可能是22嘛 好 那另外一个20%的人 他是17到23嘛 17到23岁 他是20嘛 正负三个百分点 所以实际上 他的这个数字可能是23了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因为他是17到23之间 所以他的数字是20嘛 正负三个百分点 那现在回到20跟25 你说谁的民调比较高 所以理论上来讲 应该说他们在误差范围内嘛 虽然你是25 我是20 可是我可能是23 你可能是22 所以我们两个 应该是在误差范围内 所以我刚才会跟大家讲说 这个有一左一右那两张 就是中国时报跟那个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个比较统计学的那种 理论的东西 我就比较抱歉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家 你看像这个中国时报的这个标题 叫做民调死亡交叉 民调死亡交叉 很像真的死亡交叉 就说这个赖清德的这个声望等等 那TPBS国民大会是赖清德的民调暴跌 哇 这个就就一个是死亡交叉 一个是暴跌 那当你媒体下这种标题的时候 大家就很开心啊 为什么 赖清德GG的 赖清德死亡交叉 赖清德的声望 这个民调暴跌 你就会有兴趣去看了吗 好 那如果我跟你讲说 赖清德的民调在误差范围内呢 跟上次差不多呢 这怎么那么无聊 火焰兄你会不会做节目啊 赖清德的民调跟上次差不多 我还看个 来来啊这给我同一张那一张 民调那一张 好 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跟大家讲答案了 我也不要在兜圈子讲故事的 好 你去看游英龙的资料 赞同48.6 变成42.8 所以48.6的时候 他有没有可能是45.6 正负三个百分点嘛 他有可能是45.6 那42.8 他有可能是45.8 同理不赞同的 我就不再举例了 换句话说 赖清德的民调有很大幅的 变动嘛 没有啊 其实是在误差范围内啊 很无聊 我也这么觉得 那这个题目 我想阿滋可以帮我作证 我上个礼拜就要讲了 我看国民大会那个标题 我在想说赖清德民调爆叠 到底在爆叠什么呢 就我跟你讲说 48.6 他有可能是45.6 如果你正负三个百分点 那如果他是45.6呢 那他这次做才是42.8 他有可能是45.8 所以这个告诉你什么呢 告诉你其实 就统计来讲 应该是说赖清德的声望调查 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在误差范围内啊 那你一个月做一次民调做出来 赖清德的声望没有很大的变化 那我这新闻就不用发布 因为就不会有人报道了 我同情邮英龙跟 国民大会的制作单位是说 我就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我先把观众听众读者跟网友 骗进来点阅再讲啊 我就跟你讲说 赖清德的声望死亡交叉了 然后呢 他还是总统啊 他任期还有三年多啊 死亡交叉又怎么样 也不怎么样啊 赖清德这个蔡英文之前 在2018九合一大选 踢台的这个蔡英文的埋度 剩15%啊 他15%之后能够变50几%啊 又拉回来啊 那你要讲什么呢 所以奇奇落落有什么好谈 但是就 民调的发布 或是政论节目的收视率 点益率而言 我就这样子做 那不跟很多人来看啊 做节目我不会吗 我不愿意啦 我不愿意这么做啊 这么这么做有什么意思呢 好 但是这个我也同情 这些其他的相关的同意 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他们要数字啊 他们需要收视率跟点阅率的数字啊 他们每天被数字追着跑啊 就要吸睛 好 然后做那个最热的题目 好 所以他们会去抄PTT 会去抄网路 什么题目最夯 然后就去谈那个 啊这个题目最重要吗 不重要 只要有收视率就好了 管你 管你谈什么题目呢 对不对 电视台那些高层 他们看得懂吗 他们只看数字 你收视率第一名 你谈外星人就继续谈啊 谈到外星人来抗议都没关系 你就继续谈外星人 反正你知道收视率好就好了 他管你谈什么 你谈国家最迫切重要的问题 结果收视率很烂 制作人 主持人 整个team通通换掉了 就直接把你拔掉了 你还讲什么 满口人意道德 人家不是看那个的 这社会很现实的 我刚前面跟各位讲说 台湾有理性讨论的空间吗 没有啊 没有 因为大部分人是不看这个的 就是内行的人是不看这种东西 然后去看这东西的人都是很极端 很激情 他要看很辣 很蓝 很绿 重口味的 他要看那一种的 你跟他讲道理 跟他讲数据 他没什么兴趣 他要听故事 故事比较好听 你跟他讲人彬彬的数据 他就听不到 比较 比较无感 像我现在请阿兹放这张图 不就是数字吗 欢迎兄 你干嘛一直解释 正负三个百分点 不解释 来给我高中生 那个来 换题目 换题目 听得懂的就听不懂 听不懂的 我也尽力了 好不好 我就是喜欢看待清的死亡交叉 我就喜欢看待清的民调暴跌 那你就去暴跌吧 好不好 这我就祝福大家了 好 那高中生 这个是今天早上 国民党团的 这个记者会 这个 这是国民党的书记长 林思敏 立委 本身也是律师 可能要选 这个新竹县长 或是竹北市长 我搞不清楚 他说他在批评 这个新的劳动部长 红生汉 因为红生汉 他大学没毕业 毕业 所以他的学历是高中毕业 一个高中生 可以担任劳动部长 去批评人家 来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林思敏委员讲什么 来 那我们看看 现在被指派为 劳动部长的 红生汉委员 一个高中生 可以担任劳动部部长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对我们文官体制 非常大的一个讽刺 红生汉根本是得不配位 红生汉得不配位 我不是很懂说 这个跟文官体制 有什么关系 蔡英文 不是讲 蔡英文博士 也有人说 他论文这个有问题 马英九博士是真的吧 有人质疑过 马英九的绿卡 我倒是没有听过 有人质疑过 马英九的博士学位 那陈水扁没有博士学位 陈水扁连研究所也没念 那陈水扁当总统 文官体制是不是也被破坏了 高中生不能当部长 那你要的是他的学历 还是他的才能 像我们那个年代 最标榜的就是台塑的创办人 王永庆 当然台塑集团这几年实在是点点点 这个财经的题目 我们就交给陈锋馨跟阮木华 我就不谈了 王永庆他就是小学毕业 郭台铭学历也不怎么样 我记得是中国海专吧 当年这个创业也很辛苦 鸿海从一家小工厂 一路变成这么大的 也是真的有他一套 郭台铭选总统实在是笑死人 可是郭台铭创业 这个投资诟病什么的 就有他的一套 不然人家不会公司这么大间 几百万的员工 他的员工有几百万人 那为什么要去强调人家的学历 这个德云社的这个郭德纲老师 七岁学评书 九岁学相生 小学毕业 这个已经上了好几次 大陆春晚的那个郭德纲的徒弟 岳云鹏 也是小学毕业 现在在大陆红得不得了 那又怎么样 人家苦学出来 那你说洪森汉是高中生 你这个批评根本就没有到位 你这个叫乱骂 洪森汉有很多可以攻击的 你去攻击他的学历干嘛 那我请问这个林思敏委员 那其他的 譬如说因为种种家庭的因素 或是辍学或什么的 没有办法继续念的 你觉得现在台湾的大学 有很值得得舍的吗 九十几%的路取率 大学生根本不值钱 整个教改就烂掉了 我叉叉的我都不晓得 现在教改到底是要找李登辉 还是找李远泽 还是他们最好笑说 去骂当时的教育部长叫吴金 我看很多朋友也不晓得 吴金是谁 吴部长也不在了 李登辉也不在了 那到底教改谁决定的 不可能是教育部长决定的 怎么那么傻呢 哪轮得到教育部长决定 你以为部长很大吗 这么大的事情 教育部长能决定 就像当年李登辉 他要开放民营的银行 一次开放十几间 是财政部长决定的吗 王建轩还在 你去问王建轩是他决定的吗 哪轮得到他决定 上面都决定的 你部长也只能执行而已 对不对 那你说现在台湾的 去念大学 你说鸿燊看大学没毕业 一定有他的故事 我实在没兴趣 现在你看又几间大学 我就不点名了 没有学生 经营不下去 要么是合并 要么就是要卖校残 为什么 台湾有一百多间大学 但是没有这么多学生 一百六十几间公势力大学 那个高教的品质有多差 十八分就可以念大学 那不是笑死人吗 九十几%的入取率 你看看人家大陆的985 入取率不到2% 那个才是万中选一的 大陆的大学本科 985的那些名校 入取率不到2% 人家那竞争多激烈 那我们这个是什么 你去攻击 你怎么高中生当劳动部长 他如果今天他有 有这个本职学能 他有办法带领这个部 他小学毕业 他一样可以当部长 那你看看现在这一届的立法院 有多少博士 蓝的绿的都有 博士学位好吓人 笑死人 这种博士也在当立委 蓝的也有 绿的也有 你念到博士又怎么样 也不怎么样 去讲讲学历这个 我真的是觉得 你这种就是诸队友 那去讲讲 我是就是看没有 这到底是在乌什么 来 给我那个吴征那两张来 这个我不太会用 这个叫什么 脆 这个是吴征的脆 来来来 这是你瞎什么叉叉 这是民进党的发言人 行政院证实将由部分区立委 红森和接任劳动 新任劳动部长 而民进党立委出缺 将由政策会执行长 王毅川地补 然后呢 就是什么 哈罗生汉 这是他的账号 加油 对红森汉加油 这个时间点绝对是最硬 但也最需要你的岗位 然后呢 王毅川说 恭喜川哥 打假除怪 抢救王毅川成功了 抢救王毅川成功了 吴征 你不要再帮 你这根本是个叉叉 我们的公务人员不信 才导致劳动部的风暴 原本的部长何佩山请辞 红森汉逮捕 红森汉去接劳动部长 然后王毅川去逮捕 红森汉的部分区的缺 这样叫做抢救王毅川成功 你看民进党发言人的水平这么低 这个也是一个猪队友 那是一条人命 是在你们民进党执政下 从蔡英文执政横跨到赖清德执政 然后这个悲剧发生 然后你在抢救王毅川成功 像弄这些 赖清德你要用这种人当发言人 是说也要跟民进党招摊 这种人不要换 但是我觉得像吴征 他当发言人这几个月以来 很显然他是不配 不试任 你没有当过立委 你也没当过什么县市议员 什么的 你从政的经历很浅 党政经历都不够 你怎么当发言人 这种话是不能讲的 什么叫做抢救王毅川成功 死了一个人 然后你就抢救王毅川成功 是白幕 白幕到这个地步 给王毅川那两张 王毅川我又不用太多介绍 大家如果看三立的节目 就对他的风格 这有一定的了解 王毅川这两张 我播王毅川的话带给你听 你听听看他讲什么 让大家这个 这是王毅川接受媒体联访 就是在这个场合 他讲的话 这些白蓝人的心态是什么 你知道他的这个潜台词是什么 白蓝 因为我怕很多朋友不懂台语 他是白蓝的意思是台语的台北的北 烂是烂货的烂 他是用白蓝人在谐音梗 在骂民众党跟国民党是白蓝 这样大家有听懂吗 可能王毅川的风格 大家比较 可能看陌生 他是兜着圈子在骂人 所以叫白蓝人 白蓝 一定美人 黄远兄 你听得懂我的梗 王毅川 你几根毛我会不知道吗 你也只能玩玩这些梗而已 红森汉是高中毕业 王毅川是博士 你觉得这个博士的水准怎么样 不怎么样 可是人家现在是 民进党去逮捕 这个部分区的委员 立委 他现在是立委 还有三年多可以干 真不赖 你听王毅川讲的 跟上个礼拜 民进党另外一个发言人 戴伟山讲的像不像 我承认他讲的没有错 这是一个悲剧 公务员之死 当然是个悲剧 是给我洪中秋那一张 我想请问王毅川跟戴伟山 那阿兵哥之死不是悲剧吗 我都觉得国民党的这些 不知道 不知道要怎么改 这个不是悲剧 王毅川 戴伟山 不要消费公务员这个悲剧 我同意 那当初你们民进党是怎么消费阿兵哥的悲剧 都是人命 操作成这样子 各位听闻 你看国民党有打算要操作这个吗 我真的不懂 他们游行 选12月3号礼拜二是怎样 是教大家 要请假 哪有人礼拜二在游行的 你们到底在干嘛 到底谁发明的 礼拜二去游行 要上班上课的人怎么办 那不用参加 我们心理支持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阿 我不晓得主办单位是谁 我比较抱歉 因为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什么民间团体 有人说是民众党 反正不是国民党 礼拜二要游行 你是当初大家都没事情做 大家都平平抓换摄台 礼拜二 礼拜二游行 你到底要干嘛呢 王毅川说这是悲剧 然后去操作公务员之死 怎样那样 媒体这样 你讲的都对阿 王毅川 戴伟三 那2013年 在操作洪中秋 这些事情的人 不就是你们民进党的 这些高官吗 还是你要告诉我说 只有我民进党可以操作 但是你们国民党不能学 只有我可以消费这些悲剧 但是你们国民党不能消费 你有什么说服力呢 算了 就是万人送中秋 那这个当时号称什么 什么十几万人 二十几万人 那你们去的人 不也觉得怪怪的吗 难怪选不赢 那新任的劳动部长 洪生汉已经这个正式就职 然后一个记者会 那现场记者问东问西 当然还是绕在这个霸凌案上面去打转 那我刚刚讲说 不应该去攻击洪生汉的高中学历 因为英雄不问出身低 你去攻击人家学历干嘛 这个国民党那一立委 实在是很奇怪 那我们政坛的一堆博士 又怎么样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那洪生汉他之前在TVBS的政论节目 跟沈富雄沈大佬同台 他说民进党很多立委 都听过谢宜荣的鬼故事 那他也去跟这个劳动部的 这个去反应 反应了什么 隔天面 我们现在都本来都以为是二月 今年的二月 2024年的二月 说劳动部的次长不是 那时候是王次长 不是约谈的谢宜荣吗 他2月20号约谈谢宜荣 2月21号谢宜荣 大发雷霆 要求各单位查内鬼 所以表示劳动部有人 报买啊 那我们都以为是 这个是今年二月的事情 就不是啊 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啊 你没有听错 是民进党的 他再接再厉啊 他拿出了去年六月的 劳动部劳法署 北分署的会议记录 去年六月 我再讲一遍是去年六月 你看这个事情爆发到现在 国民党有谁跟上了 没有人跟上了 国民党基本上就放弃了 大家就摆烂了 国民党在新北没有市议员嘛 为什么是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在爆料呢 国民党在新北没有立委嘛 不是发生在新北嘛 不然你们在干嘛呢 啊那个不是我的选区啊 那个是谁谁谁 啊那个是这样 你推我我推你 算了 所以我上个礼拜就问大家说 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 马英九执政 民进党会怎么做 那你现在看洪生汉这样子 那我就请问你洪生汉 你比我们都早知道 劳动部北法署 对不起北分署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你当初你跟谁反应呢 谁反应 你是立委呢 你跟谁反应 然后你反应之后没有下文 你都不觉得奇怪吗 是爆料错的 陈情错的 还是 上面就不理你 你的小立委 你又不是柯建民 我干嘛甩你啊 你到底是去找何佩山 还是去找许明春 还是你就没要没筋 反正就是不认识的人来陈情 我们就 虚伪移一下 应付一下 对付一下就好了 我刚跟你讲说 那会议基础是去年六月的 那表示什么 表示北分署的同仁 包括那位工程师 他们忍受这个分署掌金 忍受一年多了 才会有81个人 调走嘛 才会有六个人 愿意降掉嘛 我宁可 领比较少的钱 我就 不认识 在这个地方 我还叫你分署掌 你也好了 那我调到别的单位 总可以吧 三不转 入转啊 那我请问 洪生和部长 我们现在 是不是应该 至少先还给 那81个同仁 一个公道 你们当初为什么调走 他一调走 譬如说 当爸爸妈妈的 你小朋友怎么接送 安亲班什么的 你调去哪里 那都是问题啊 公务员一调 对不对 你以为每个公家机关 都在台北新北 你也好了 那六个降掉的呢 他们做错什么事情 他们六个要降掉 不就是你蔡英文 赖清德 从许明春到何佩山 你们这些总统 你们这些劳动部长 你们在干嘛呢 你这样子 你怎么会有资格 去接劳动部长呢 贪啊 你看你的学经历 也知道你跟劳动部 没有关系啊 何佩山不是吗 许明春不是吗 我不是说你们没有专业啊 跟你们的专业 显然跟这个部会 是没有关系 那你怎么去接呢 你还是说 你的表妹是总统 跟蔡英文的表姐一样 蔡英文就派她表姐 去接劳动部长啊 那蔡英文的表姐 有什么跟劳工有关的吗 就没有啊 唯一相关的就是 我的表妹是总统啊 怎样 你表妹是总统吗 不是啊 那你就滚啊 你就看赖清德已经 找到这个人 已经没有人了 我刚才跟徐晓鑫 在谈那个 那个陈世凯 那个交通部长 他传一个影片给我 我回去再剪一下 明天再给大家看 还有那个刚提到 这个沈大佬跟洪生汉 在战情室的那个 那个对谈 我手上也没有影片 这两个 我明天再剪给大家 我先先注明一下 一个是曲晓鑫 一个是沈大佬 这个影片 明天大家再来 好不好 就是关于这个交通部长 还有这个劳动部长 就显然就是不行啊 就民进党就没有人啊 那这个节骨也应该做什么 我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内阁制国家的 一个概念呢 以前这个谢长廷 他在这个 这个绿色和平电台 因为绿色和平电台 就是谢长廷 这个创立的 那当时都是泄系的人 第一出力嘛 列席好兵 这也算我们的友台 他一个概念就是 影子政府 影子政府 影子内阁嘛 作为一个最大的灾档 我就不谈民众党了 民众党就这样子的 我都觉得可怜了 你国民党应该做的是什么 你告诉我说 洪生汉很差嘛 得不配位嘛 我也同感啊 洪生汉是不行 那你的劳动部长是谁啊 国民党的智库 国民党的立委 国民党的县市长 他的党公子里面 有谁有这个学经历 适合担任劳动部长的 你要讲出来啊 好 比如说交通部长 你说陈世凯有什么交通专业 完全没有 零啊 黄国昌问他 他答不出来 徐晓英问他 他也答不出来 他就答不出来 我一样可以当部长啊 为什么 我是新潮流的啊 我新潮流的 赖清德选总统 我是发言人啊 赖清德当总统的 我论功欣赏 先去行政院当发言人 然后再去当交通部长 我也奔得对啊 他哪有什么交通专业 交通他懂什么 什么都不懂啊 那你国民党的 的这个 机会就是说 你要告诉大家 我才比较会执政 我有我的团队 我有我的影子政府 影子内阁嘛 我的执政的人才库 我的执政的准备 是比民进党 就不要谈民众党了啦 不好意思 比较充分嘛 那国民党在干嘛呢 还给我卢秀燕那两张来 给你看看国民党在干嘛 好谢谢 这个是昨天国民党全代会啊 这个中国时报跟联合报啊 不约而同啊 都在剖这个 这个卢秀燕啊 哇 这个这个当红炸子机 所以不把他剖一下 不可以 咱全代会 乏位 就全代会很无聊嘛 就是照本宣科 卢秀燕站稳11位 卢秀燕有站11位吗 我怎么看不出来 那联合报是 与韩国瑜讲万安 侯友瑜同框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国民党的这些 六都县市长 还有立法院长站在一起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卢秀燕说啊 会像中华队一样团结 卢秀燕穿这个 这个中国台北的这个球衣 这个万绿从中一点红啊 很好 这我也觉得蛮好的 国民党的全代会 你看他们除了主新闻之外 联合报跟中国时报 都要特别发一条特稿 来去撤写卢秀燕啊 这个对朱立伦这个情何以堪啊 这个有民调那一张来 这个是这个游英龙做的这个民调 我就跟你讲 说游英龙都在玩民调 以发布民调为乐 好 这是公布的这个六都的这个 这个满意度的民调 最新公布的 卢秀燕四十六 陈其脉二十八 蒋万安二十八 侯友宜十八 张三政十三 黄伟哲十八 这是四者五入啦 卢秀燕摇摇领先啦 我就说嘛 我刚刚就跟黄伟翰在聊 我说两年前侯友宜不是也一样摇摇领先吗 对不对 四驴四马拖出来六流就知道啦 跑去政大跟学生座谈 跑去台大跟学生座谈 连续两场绕赛就惨啦 连大学生问的他都答不出来啊 去参加那个吴子佳的董事长开讲 在那边套招 你问的那些问题是什么问题 那都没效你听到吗 很像讲的我跟吴子佳 什么什么深仇大恨一样 我跟他根本无冤无仇啊 那侯友宜怎么撒到第一个活动 去参加吴子佳的开讲呢 那种套路的东西有用吗 没用 你针刀石枪的去 政大去台大跟学生座谈的时候 没有提稿机 没有读稿机 没有人可以救你的时候 你就严寻毕露啦 不是跟贺锦丽一样吗 贺锦丽这次败选被美国媒体骂惨啦 说你是空脑袋 把人家骂成这样子其实很难听啊 贺锦丽以前是检察长耶 他在当副总统 那检察 不是检察官 那检察长啊 来给我韩国瑜的影片 来我们来看看全代会 这个是几秒 四十二 五十二 不好意思 我们听听这个韩院长韩国瑜 在国民党全代会的致辞 我的年纪有一天天大 夕阳也即将西下 但是呢 木然回首 我还是对中国国民党充满了信念 我坚信 中国国民党 是维护中华民国的最重要一股力量 对不对 对 我坚信 中国国民党的存在 是维护中华文化道统 最重要一股力量 对不对 对 我坚信 中国国民党强而有力的存在 是保护台澎金马安全最重要的力量 对不对 对 我也更坚信 中国国民党强大的存在 是保障两岸和平发展 两岸交流最大一股力量 对不对 对 韩国瑜的喊话 有感动到你吗 中国国民党这么重要 不管是在 捍卫中华民国 然后什么 文化 什么道统 然后什么两岸什么的 讲的这个 四个坚定的相信 我只想请问韩国瑜 那怎么选不赢呢 国民党这么好 国民党很重要 国民党的立委表现 三党不过班 在立法院 怎样怎样什么的 被你讲的国民党 国民党每个立委都SSR 然后呢 你怎么选不赢呢 是老百姓不试货吗 老百姓都被柯文哲 还有赖清德给骗了 五百多万人去投赖清德 三百多万人去投柯文哲 只有四百多万人去投侯友仪 这为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国民党全代会 昨天开完 国民党真正的大戏 是明年的党主席改选 在这边先恭喜民进党 其实不是民进党做得多好 我从来不这么觉得 而是民进党的对手 实在是太烂了 就爱点你 UFO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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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